以最新鲜的食材来制作餐点 提供给顾客享用 在素食这方面都尽量取自原来的 自然的 天然的 纯手工的 然后原创的 让人去接受它 接受这两素食 我觉得素食现在已经在开花结果了 不会因为宗教因素 或者是其他特别的因素来吃这个素食 而是可能为了注意自己身体 像现在也非常倡导节能减碳 真的会差很多 其实我们没有强迫说 大家一开始就要去说餐餐都素食 可是会慢慢地减少 慢慢地减少 但是其实它的变化不大 像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用餐 你会发现只把那个肉移开 其他的副菜其实它都是素食的 来到台北慈苑 你可能会对素食的多元化 有了重新的认识 因为连知名的连锁咖啡店 也响应慈苑素食减碳的活动 这里是他们在全球唯一提供素食餐点的美食 我们会针对不同的商圈 然后不同的这些顾客的需求 我们来调整 就是我们要供应给我们顾客的这些菜单 那慈禁门市是我们当初在进驻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这家门市它可能会有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在菜单上面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其实热卖的那个牛油乳酪蛋糕 那之前这一款其实就是顾客的这个风品这样的好 那但是就是听到有些客人说 它不是素食的我不能够吃 那其实我们就觉得那很可惜 然后我们就开始去想 那可以有哪一些替代的这个食材 可以取代掉 然后可以让它变成一只是素食可食的 五年的时间下来 这个门市的业绩稳定成长 糕点美味可口的程度 并没有因为是素食而有差别 也很少有顾客反映 为何没有荤食 倒是让前来享用咖啡的民众 多了一次接触素食的机会 我想因为我们也观察到这样的一个趋势 然后也了解到其实有很多的顾客 他有这些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菜单 放到我们全台所有的门市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的糕点柜里面 有大概超过一半以上 它是这个各种素食可食的 这样的一个糕点 台北食院与店家们的努力 证实了素食 真的能达到节能减翰的环保效益 我们有计算过 大概从95年到98年 如果说是来我们食院 包括上住院的大德 还有来院的访客 那因为如素的一个部分呢 其实能够减少了900多万的 二氧化碳的一个产生 所以其实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多如素 环保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 像吃荤的 它可能因为不管是你今天吃红肉 或者是白肉 甚至是鱼类 这一类等等 它都会每公斤 它都会产生一些CO2的部分 那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把它改成是吃黄豆类的一个蛋白质的来源 相对就能够去减缓碳浮肌的产生 这个大乾坤 我们也要厉害我们的小乾坤 我们的小乾坤要先进化 我们才有法度可以进化大乾坤 我们自己人民 大家来疲倦 来疲倦 我们自己的肚子 让它更干净 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我们才有法度说 让地球健康 让空气清新 所以我们的肚子 我们的肚子 未来也才有保障 好好的 我们的福教在这里说 顺缓 能够顺缓 我们一世人 几十年后 我们也要再起来 起来 我们要再回来 我们再回来 那时候 我们的地球 又是变成如何 然后我们要求地球 最重要是不是 我们要适应看看 如果粗的吃得比较少 如果我们素的吃得比较多 慢慢清清清 头到海都清清 这个给大家认识 这样就是心心健康 面对各式各样的食物 吃什么 全是自己的选择 而为了自己 更为了地球 请选择素食 如果说只有一个人 每天选择比较健康的食物 当然不会造成多大的差异 但是如果有一百万人 做同样的选择 这个世界必将有所不同 素食环保救地球的观念 也仍成为全球的环保共识 但对于习惯婚食的民众而言 一时之间要全然改变并不容易 但马来西亚的大爱幼儿园里 纯真的孩子们 透过师长的教育启发 反而更能体会众生平等的意义 当孩子亲身体验 积压被饲养在狭小空间里的 不舒服和恐慌 他们更懂得互生 也能了解为何不要婚时 选择素食的原因 这一堂生命教育课 不但让孩子们印象深刻 他们更将这样的观念 带回家庭 影响父母亲 也开始选择素食 看马来西亚的幼儿园 多可爱呀 他们素食 不只是素食 他们还有感恩性 亲自去做菜 那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亲自到厨房去啊 他说因为我长大了 长大了 你为什么要素食啊 因为我要保护地球 还有繁保啊 那素食呢 有的孩子说 因为吃素食可以呢 救地球 又可以身体健康 你看 这么小的孩子啊 他听得很清楚 了解呢 爱心 感恩心 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自己去做菜呢 因为老师跟师姑们很辛苦 看 这种呢 懂得感恩啊 懂得爱惜 生命啊 这是多么难得啊 在引领哦 古坑 这个一个国小啊 也在推动素食 一个星期有三天哦 那我们的静师已走入了校园 那孩子呢 很乖了 所以啊 校长要慰绕他们 要给他们呢 要请他们 好像吃分的 孩子啊 都会 跟校长说 为什么要吃分的啊 素食很好啊 我们要保护大地啊 我们不要 等等哦 我们这次到台北校的教学 我们一个午餐七十分啊 好不好 好 如果你吃牛肉的话 会伤害重点 我们吃肉的话 对身体不好 而且那个要 那个 如果我们不吃肉的话 也会有比较少的人养猪 你看 孩子啊 能通测道理 但是呢 反而啊 我们的这一群啊 大人们啊 总是都说 如果没有吃分的 孩子的脑力不开店 不会展开脑 脑 身体不会健康 其实呢 素食的 最有智慧 而且呢 很有慈悲 而且很温和 而且心呢 不会动不动 就冲动起来 慈悉推动环保二十年 从台湾到海外 除了注重教育孩童们 素食户大地的观念 也启发许多慈青 在校园发起 时代青年千万素 减少百万CO2活动 我们要传法 那你们在很用心啊 也都是未来 未来的希望 那未来的希望 你我大家的希望呢 都是要寄托 在青少年啊 我们大家都是为爱一代嘛 但愿我们的未来